搭上救援小英雄玻璃旋轉木馬 忍不住躲完幾圈 藝人羅小白跟女兒進入動畫實景超嗨 開著玻璃安保羅伊的專屬電動車在街道上 小朋友跟著玻璃一起四處巡邏 沿途界任務還會不小心塞在車陣中 雲寶他大概從一歲的時候開始認得車子 他只要在路上看到車車就會說 讓他在電視上看玻璃的卡通 就是從小就認識這些車子 不是只是在路上開的車 哇 那個其實我覺得小朋友開 其實真的是蠻不容易的 因為家長開 像我開也不太容易 兒童界巨星玻璃暑假開展 還有氣墊設施 讓小朋友跑跑跳跳 暑假親子外出放電還有這裡 日本人氣插畫角色駐六的日常 超萌倉鼠來台灣快閃 雞蛋糕造型白出三種不同表情 完全捨不得吃 更卡哇伊的是門口這隻 一公尺高的助六立體公仔 助六就是很可愛 倉鼠 然後我們家也有養 所以就是很喜歡倉鼠這個動物 袋子跟衣服 還有這個木製的盤子 很可愛 這個 收穫助六T恤超開心 還有杯子安全帽 吳昆華三十款周邊 都有倉鼠助六的可愛模樣 還有他自身向日葵花海的造景 吸引粉絲邊廣邊拍照 療癒大笑朋友的心 TVBS新聞下面這次 紅天一太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